王女士22岁来自河北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说的爱情要历经磨难是吧 磨难吗 太难了 太难了 恋爱多久了 大概一年了吧 怎么认识的呀 通过一次朋友聚会 谁追的谁呀 我先追着他 追了多久啊 追了也只有一个月左右吧 追的时候并不磨难是吧 对 在一起了磨难了啊 说说你是怎么磨难的 说说你是怎么考验他的 好不好 谁先说 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嘛 他就表现得挺任性的 后来吧 越来对我是各种刁难 都刁难了啊 当时有些小脾气也挺正常的嘛 可是后来不仅在我面前这样 在我父母面前也是一副 天大地大他最大的样子 哦 您说事好不好啊 我们两个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我家呢离公司比较近 嗯 他是租的房子比较远 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要求我每天接送他上下班啊 有时候反正官方天气下雨的时候 我就省去折政的时间 把他带到我家住 每次他去我家的时候 我父母都是飞行周折 辛苦半天坐一大桌子 才变成花样的 嗯 可他有时候可能不太合他胃口 他一口不在吃的 那我不想吃 非逼着我吃干嘛呀 我不想吃在屋子里待着多好啊 不是他们在吃饭 你在屋里待着 还是你坐在餐桌上陪着他们待着 那我在餐桌上我又不想吃 我坐在那儿 筷子一动不动的更不好吧 还不是不去吃那样对吧 那你就吃两口呗 我不想吃啊 逼着老人家辛苦 坐了半天对吧 那我就是不想吃 要难他 行 然后后来没有办法 我和我妈妈解释说 她身体不舒服 然后后来加了点菜 给她端到屋子里 装着样子为了我妈 那她吃没吃 最后还是我吃了 她没吃 哦 还真有性格啊 姑娘 你说她总和我妈对着干 吃一些吃不着的醋 有一次周末 我开车 带我妈她两个出去买东西 我妈这个人呢 平常容易运车 然后我就说 妈您开窗户吧 通通风 然后当时她就又不乐意了 这为啥呀 那我那天早上就跟她说了 我昨晚没睡好 脖子落枕了 那大冬天那一开窗户 我脖子受风了 多难受呀 哦 是是 你落枕了 脖子不能受风 可是我妈也运车呀 毕竟老人家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你关心你妈 我理解 那我呢 那我就不难受了是吗 你不能考虑考虑我吗 当时就吵得这火吵天的 我母亲为了为难我 当时就说不用开了 不用开了 那最后还是没开嘛 那要是不是你妈 在中间打圆场的话 这窗户就开了呀 那我脖子就该受风了 就难受了 是 你脖子受风 这个可能是我考虑不周到 然后还有一次 对对对 这事怎么就你考虑不周到了呢 因为她脖子落枕嘛 不能受风 妈妈那天还晕车吗 对 还是对 这跟我妈晕车了 然后还有一次 等等 没完呢这事 笑得特别灿烂啊 胜利了啊 没有 我就是落枕了 就是难受嘛 那老人家难受吗 那是她一开始跟我说 说什么 要把我放在第一位置的 那你正把自己当第一了 这个可能是我考虑不周 她脖子落枕了 还你考虑不周呢 你确实考虑不周 你往下说吧 我的天 来 你说我妈就有一次吃东西 她都不乐意 我妈听她们老同事说 说现在年轻人都吃榴莲嘛 吃榴莲 闻着臭吃着香 然后当时我就叫外卖定了一个 她当时就是又不满意了 谁不满意 我女朋友 不满意啥 妈宝南呀 她妈前点说想吃后点就买 这不是妈宝南吗 这么听话 这听话不应该吗 前点说想吃后点就买了 我网上都说 这妈宝南不能嫁 现在就这样 结婚以后又怎么办呀 今天吵架还得 我怎么就妈宝南了呢 对吧 我买个榴莲 咱三个一起吃 这怎么能就能 定义为妈宝南呢 这不太无理取道了吗 当时就跟你闹了 对 当时甩着脸子给我妈看 最后我妈也没吃 哎呀还乐呢 真骄傲 我没有 你看这个男朋友 给你拿的是吧 这都没什么 然后有一次吧 还没什么的 对 你那是没什么 接着说 有一次我们大家情聚会 我带着女朋友一起去的 我有个表妹呢 从小关系就很好 然后这次见面呢 多聊了会儿 一回头介绍 就是拉着脸子 那换谁谁高兴啊 你把我晾在那儿 跟你表妹聊得热火朝天的 你想过我没呀 我多尴尬呀 然后来在饭庄吃饭 那么多家人长辈 喝茶打招呼 她就低着头吃饭 也挨打不理的 你这样让我 跟我妈多为难呢 都没面子呀 那你怎么没有考虑过我呢 你把我晾在那儿的时候呢 那我多尴尬呀 你都没有考虑我 为谁要顾及你的面子呢 是你带我去的吧 你就以我为中心就应该 忍了 就忍了这次 然后还有一次 更奇葩的是 莫名其妙就不开心生气 然后我怎么问 怎么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 然后后来 她闹着情绪 连锤带打的 干啥 和我说 昨天晚上多么梦到我 和别女人待起了 不要她了 你也好意思说 那不都是因为 你平时对我关心不够吗 你要是多关心我一点 多爱我一点 我会做这样的梦吗 我刚时气都要炸了 那她要提出 跟你分手好不好 行吗 可以吗 就最近吧 最近我父母和我说 说我们两个在一起 时间也不短了 如果我说真的爱她 喜欢她 就把日子定一下吧 然后我说行 回头我和她一商量 我说什么时候 让我见一下你的父母 可她呢 当时都给我拒绝了 我心里真的太难受了 拒绝你啥 就不带你见呗 对对对 你有理由吗 理由特别多 需要我经过她的种种磨难 不能考验 还要考验啥 肯定不行呗 你说我带你去见我父母了 那咱俩的事就定了百分之八十了 爱情是需要经历磨难的 你还没有通过层层关卡呢 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行 行行行 你看她现在经历了几难呀 你说我和她谈个恋爱 好像曲轻一样你说 啥时候带人见你父母啊 因为我们俩就好了一年多嘛 我想就是再时间长一点 就打算再过一年半再这样的 是是是 那您今天来这儿干嘛呢 就是想知道 为啥现在让我感觉 我在她心里没那么重要 你觉得呢 我感觉也没什么呀 你今天为啥来 我就是觉得吧 我对她各种的包容 各种理解她 可是她对我呢 一点都不理解我 然后在我家 在我父母面前也是那样 你不能收敛一下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还怎么坚持下去了 太难了 好 那就放弃呗 想过放弃吗 没有 还是要坚持的是吧 对 平常女朋友对你好吗 对我呢也就可以吧 我主要是接受不了 她在我家 就问对你你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说白了就是 你现在还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什么 开始觉得她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性格好 每成小 越交往时间越长了 本性就暴露了 可是毕竟有感情嘛 毕竟在一起几年了 行 听明白了 女生是不是还觉得特委屈呢 你委屈什么呀 你能说说吗 那一开始追我的时候 说得那么好 说啥了 是她说 说要把我放在第一位呢 行 你也信了是吧 现在她把你放在第一位了吗 有的时候没有 什么时候没有啊 就是刚才说要开窗户的事 她妈要是不阻拦 肯定窗户就开了吧 你家里面就你一个吗 不是 你家里老几啊 老大 下面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弟弟 你在家敢跟你妈这样吗 也没有过这样 她们都对我也挺好的 都宠着你啊 因为家里就有一个闺女嘛 她们知道你谈恋爱了吗 知道我谈恋爱 但是没有就是 挺详细地给她介绍过 为啥不呢 你就想时间再长一点地介绍嘛 所以她是你结婚的对象吗 那得看她表现喽 好吧 来 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吧 这姑娘呀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接着问你最后那句话 你说还要看她表现 哪一几点表现 你觉得最重要三点就好 我就是想什么事她都能 让我感觉到我是最重要的 百分之百所有的事情 都以你为优先 对 就老板叫我加班 不要去 我要陪女朋友 是类似这样吧 那也得分什么事 不过以你为优先 你都排第一位 那第二个呢 就是看她平常 还能不能变到 像以前对我一样 以前对你不就是 你说什么都听什么吗 对 现在就不这样了 感觉她没那么在乎我 就第一以你的事情为优先 第二个你说什么就得听什么 那第三呢 第三个就希望 她能有自己的空间发展 发展不了 老板加班她都不加班的 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空间发展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断了这个 还有没有第三个标准 没有我们就两个就可以 就两个是吧 男生你要知道 你所谈恋爱的这个女生 就她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刚刚听完我觉得她有三点 第一 她不知足 无论你做什么 她都不满足 通通的你都达不到她的要求 第二 她不甘心 因为刚刚你也说了 她很漂亮啊 因为她漂亮我才追她 所以她觉得我这么漂亮 你不配我 但是呢 因为你对我好这一点 足够让我觉得你还有一点配我 但是还不够 所以你还要做到 她说什么 你听什么 她叫你干嘛 你就干嘛 所以这是两点 第三点 这个女生她的心中没有笑到 刚刚我们说 你说她是妈宝兰 我们往往说妈宝是什么 妈妈叫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她自己都不知道对错的分辨 可是我们传统说的孝顺是 我知道父母养我不容易 我知道父母的身体情况 有些时候不允许 我必须要懂得体恤她们 我不是盲目地顺从 我不是我妈 叫我今天要干嘛 我就干嘛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妈宝兰的话 我要是她妈 我就说窗户打开 我不舒服 可是她没有这么做 所以她不是一个妈宝兰 再说了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妈宝兰的话 我倒觉得她妈妈 不会选你这样的儿媳妇 至少她妈妈会当着你的面 把那个榴莲给吃下去 不会让自己也难受 因为她在为她的儿子考虑 所以男生考虑好 女生你也考虑好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做不到 最起码的孝顺和尊重老人 你可能在爱情当中 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爱 姑娘 你觉得自己特好看是吗 特公主 所有人都得宠着你 对你好 都得惯着你 其实我对女孩子的看法很简单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时尚啊 漂亮啊也没那么重要 甚至于有一些撒娇 有一些任性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善良和教养 一个姑娘要连一点最基本的教养都没有 你再好看我都觉得你是丑了 自我一点没什么 但不要自私 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男朋友的母亲 都没有基本的谦逊尊重 这里没有什么爱 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爱 无非就是掠夺嘛 对吗 你们到底对我好 凭什么 姑娘 你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资本 什么样的资格可以支撑你这样去 伤害一个爱你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伤害一个 爱你的人的母亲呢 你今天站在台上还沾沾自喜 还觉得自己赢了 赢什么了呀 今天你可能还小还不懂 但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再来看今天 你会发现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太丑了 我建议你回家好好想想 再来谈恋爱 好吧 我先不说女生了 我也先说你男生 你就这样看你妈受欺负啊 一个老人晕车 就为了一个年轻人落枕了 窗户都不能开 你怎么想的 你连骑马父母的尊严都不能维护 你有什么资格去谈恋爱 成自己的家呢 你自己立不起来 害着你父母跟你一起受欺负 你难道不应该去反思啊 一个男生一个男人做事 就是要界限分明 孝顺父母 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的 尤其是这种完全的 听着让人都说不过去的 欺负老人的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它发生啊 所以你爸妈真应该 好好地教训你一顿 当做好那一桌子饭 这女朋友不给脸不吃的时候 把你也赶出去好了 你们自己去过日子嘛 我做的饭你们不吃 自己做去 看看你们俩能过成什么日子 别赖在我家里 所以你真的如果通过这场录制 感觉到了自己做不妥的地方 做个好男儿 既要保护自己未来的妻子 又要维护父母的尊重 孝顺她 这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 女生还没过门 那就踩在婆婆头上了 哪个婆婆敢让你进家门啊 我这个话也不是光说给你啊 我真的是劝所有的女孩子 想要在男朋友心中 争自己和男朋友的妈妈谁重要 这都是一个特别傻的命题 你加倍地去爱男方的妈妈 换得的就是你男朋友 对你加倍地爱 而你对男方妈妈的不孝顺 迟早这些不愉快 还到你头上 所以做个好姑娘 做自己本本分分 应该做的事 好吗 谢谢 其实一切都是必然的 她在家里 父母一直是顺着自己的 她当然想找一个折腾自己的 要不然的话 她的人生是无趣的 所以从她父母 纵容她的那一天 就注定了将来不光要受儿子的气 还要受儿媳妇的气 你有很多追求者吧 为什么找她呢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选择的是她呢 我喜欢踏实 踏实 我看是顺子 听话 不过你想想一下看 迟早一天你也会烦她的 那个人啊 越顺着自己的人 越不容易珍惜 越是腻着自己的人 她越是喜欢跟她来上机会 她如果一直顺从你 顺从惯了 总有一天 你也喜欢一个来折腾你的 对于男生来说 宠自己的女人不是错 也没什么丢面子的 但至少有一点 她得尊重自己的母亲 母亲爱了你二十多年 因为你 因为给你面子 在那个车上人气吞声 你难道一点感触都没有 你关了房间 你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是 当你们三个人共同存在 这两个女人共同存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母亲 一点点尊严 如果这点尊严 你都不能给母亲 你这点骨气都没有的话 你迟早有一天会被她甩了的 因为在她的眼里 你不是男朋友 只是一个受她使唤的一个随从而已 你得不到她的珍惜 你还渴望跟她举暗齐眉吗 不可能的 听明白了没有 就这 一个爱情没有困难 你就没有困难嘛 正常去谈嘛 为什么要追求有困难 要搞磨难呢 一年的磨难都经过之后 一辈子她就不变了吗 怎么可能 换别的男人 一件事两件事 到第二件事的时候 已经分手了 你还打算这么做啊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你人生的问题 不是爱情的问题 不是爱情的问题 兄弟 这都蒙人 你还有什么忍不了的呀 你爱情里面有底线吗 你告诉我 可能是我对她太重要了 你有底线吗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去吧 手机啊 女生为什么把这手机当成记忆放在里头呢 那是一个手机壳 是用我们俩的一张照片 定做的 那张照片是我们在海边拍的 当时她就跟我说 我一定会永远对你好的 如果哪天对你不好了 你就把我提到海里去 就是当时你说的事业 你还记得吗 行 你那个是什么呀 气死我了 这个呢 我希望她从鸡蛋里 把这骨头拔出来 我感觉她现在对我的状态呢 就像鸡蛋里挑骨头一样 各种围难我刁难我 无理取闹 这还叫鸡蛋里挑骨头啊 我答应对你好 不意味着你就有权利 伤害我周边的所有人呢 这是个什么逻辑啊 行 你们俩就回去吧 哎呀 来 请关门 看他们俩的选择吧 请开门 你以后能稍微尊重点长辈吗 孩子 有请小花童 谢谢啊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来 咱们干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儿 姑娘 你先跟阿姨道个歉吧 你说阿姨我过去不懂事儿做的不对儿以后改 好 好不好 要不然这是气出内伤了啊 来来来来 阿姨 以前是个不懂事儿以后我不会再那样了 行行行 这还好点儿 来来来来来 我一定还在成全 关起门来 它可以做你的一切 门打开还有外人的时候 保持正常的社交该有的东西 好吗 两位 谢谢你们请回吧 谁能把你成为我身旁 你是我的这种天使